那么回到今天市场走势 我觉得今天这个走势 是市场情绪突然被打压了一下 早盘的时候跟昨天是比较像的 就是美股出现反弹 但是A股的响应度不高 所以早盘的时候就涨跌浮现 开出来 比较好的地方是科创板 在早上的时候还有一个红盘开出 因为科创板也代表市场调整 相对比较持续时间比较长 这样的一个板块 那如果它能够反弹 其实对全市场都还算是 从脱底的角度是有用处的 另外今天开盘的时候 包括茅台这些 就五粮月茅台这些 还有一些医药股 都还出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反弹 但是顶不住的就是顺周期方向 通胀方向 碳中和方向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集体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的覆盖面很大 而且调整的绿度也都中等以上 就是非常早就形成多个行业板块 跌幅在2%以上 那同时呢 它是近期在牛市 就牛年之后资金的集结的地方 就是部分资金呢 躲避了这个基金核心品种 然后呢去炒那些 那些的炒作呢 基本上在指数调整的时候呢 它们反向走强 反向走强 那今天呢是出现了这个 这个整体沙跌 而今天这个整体沙跌呢 它并不是说在走强过程当中的第一次回调 它基本上呢在前两三天三四天呢 已经有了一个预阻回调 这么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呢有一点这个预阻回调 之后的一个共振向下 扫上力呢就更大一些 那今天呢这个开盘以后呢 非常非常明显的出现一个场内的作差动 前期日点的迅速的一个推潮 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批股票的下跌 同样的是给市场带来很能把握 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如果一个股 一个阶段的调整呢 它很清楚 你大概呢知道呢 它因为什么原因调 然后呢可能调整多少 那么它呢就 就对你的影响会小很多 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些相关板块的调整呢 它波及面很宽 它波及面很宽 另外呢 像他们是长期积弱以后的爆炒 那么这个回调的话呢 究竟回调多少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 我觉得挺难把握的 究竟呢它会回调多少 这个挺难把握 因为如果说 从这个 这种炒作还会有后续的话 那么它有可能呢 可以强势 但是呢 它也有可能能回调很大 就所谓的 前面的炒作呢 算是一个大一浪的话 那你这个二浪的回调可以强势 也可以弱势 弱势的话呢 就跌没了 跌回去了 再把彻底的一个清洗 然后再等待有没有三的一个机会出来 所以呢 这种类型的股票的调整 在把握上面呢 是挺难的 是需要呢 参照市场环境 也需要呢 参照呢 其他品种 或其他板块的走势 就是需要呢 且行且珍惜 这样的去做这个判断 这个还挺难的 然后呢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就在去年的牛市里头呢 其实投资者呢 也是伤很累累的 对吧 股市这东西特别容易呢 赚钱归堆 就是一降工程万股库 看起来呢 市场赚钱了 但是可能赚钱的是少数人 然后多数人是打了酱油了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赔的挺惨的 特别容易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盈利归堆 财富呢 进一步的 成见出的极端化的 这样一个分配 这个呢 是股市呢 很难避免的 对吧 那我们知道银行的储蓄 就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它可能呢 也是有马台效应 但是呢 它因为都是平均收益嘛 对吧 你选择了哪类的理财产品 或者哪类的这个 这个叫 叫这个 这个 存款 那你就对应的 就是那个回报 是比较确定的 那股市是不一样的嘛 天天都在洗你 所以呢 股市这东西呢 涨 它肯定是 一降工程 万股库 那跌的时候呢 那肯定就是 就是说 这个威强之下 哪有安全 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去年的涨的结果呢 应该说 还是财富的 这个 分布上面 出现了 再次的 这样的一个扭曲 这样呢 就是我们看 现在这个市场 为什么说 现在市场呢 是不存在 以往说 政策市里头 说资金的 大规模的离市 大量的违规资金进场 炒完以后都跑了 没有那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 它依然会形成 财富归堆 财富归堆 然后钱被别人赚走了 那你 你续学的能力 造学的能力 没那么快的嘛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市场呢 自然而然的 它就需要有个 休养生息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们看 目前的市场 其实它 它也很难再 再度呢 就出现 显著的一个放量 它现在这个量 有可能就已经是一个 消耗性的量 就是已经拼尽了 不小的力量 然后不断被消耗的 这样的一个成交水平 七千多亿 一天这样的一个成交水平 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看下去的话呢 是不悲观 但是呢 肯定也是不容易乐观的 就是不容易形成数 调整以后呢 这个全场爆炒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格局 我觉得这个 这个挺难的 这个挺难的 所以我们的态度呢 就是不悲观 因为这个市场呢 是大家争夺的要地嘛 厂上的牌呢 就这么一些 对吧 大家呢 跳 大家呢 组成 自己的 一个牌 的组合 然后呢 来应战 来应战 但确实呢 今天的这个杀电呢 是可以看到 新能源方向 以锂电这部分 锂电当中呢 是不是有几个呢 还沾了那个 沾了那个叫 电子烟 对吧 今天跌幅第一的那个 应该是沾了这个电子烟 这种杀电 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今天的这个杀电呢 放在一个跟前期的组合来看 我倒觉得呢 还没那么严峻 就是他还没有说形成 一个下跌抵抗之后的整体失败 我觉得还没有给到呢 那么一个结果上面去 所以呢 就是防守 然后呢 盯着这些 偏核心一点的东西 看看呢 他有没有机会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逐渐 熬出来 熬出来 然后从港股跟A股 今天的这个联动情况来讲 那今天的港股呢 显著的一个变化 就是更多的受到A股的影响 这个呢 也可以把它看成的 港股偏弱一点的 一个信号 但是还没有确认 还没有确认 就是这样 那么从上股的情况来讲呢 是典型的转弱 就是主要的这个资金呢 都采取了杀跌 这种方式 第二一个呢 就前期的热点 出现了整体的降温 这个对市场的人气呢 是比较大的一个打击 那第三一个呢 就是资金的呈现出 一个离场的一个动作 就竞卖出 卖出呢 比较多 今天有300多个亿的竞卖出 然后外资呢 也采取了防守 也是竞卖出了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呢 从共振 下杀的角度 是最近呢 比较强的一次 就是急跌之后 进入抵抗以后 比较强的一次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关注的核心品种呢 貌似呢 又没有说有特别大的动作 反正一二二三呢 这种波动的话呢 总是需要去忍耐的吧 对吧 也没办法 说到这个 这么一种波动呢 你就需要呢 去杀电 那我觉得也不太需要 也不太需要 这就是今天市场 我们做的这个分析 供大家呢 做点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